好,那首先要麻煩老師您進到這個網站 OneNote OneNote這個網站,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個是1234-1 KNO.W.NET 那您進來之後呢,您可以有幾種方式可以先加入一下 首先你用標準的方法 你可以來這邊註冊一個帳號 那註冊帳號有分幾種 一種是直接您用社群的方式直接加入 這是簡單的 那如果說您覺得我想要用自己的信箱 也可以,但是用這個方式 它會寄封認真信給您 你要去收信一下,所以您看哪一個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要太麻煩 沒關係,請用訪客 做客人家就好了 好,那你按下這個呢,會產生一個訪客代碼 八位數的 如果您想要繼續學習 您就下次用相同訪客代碼 進來就可以,您的學習紀錄 就留在上面,比如說 你有加入哪些群組啦,或者有 針對哪一個課程有做過 所有筆記的都會留在裡面 好,所以,你如果用這種方法 有沒有,一個八位數就產生出來了 就在這邊 好,您就把它記下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這邊還沒有記得的,也沒關係 進去裡面之後呢 在它的右上角 好,這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好,一樣可以在這邊 那您待會進來之後,可以稍微先修正一下您的 性跟名 反正這個只有在這個平台看到 不管你用哪一個方式登錄 就是這裡設定了,都只有 你自己的那個,在彎路上的名稱而已 好了之後呢,請你來這邊看一下 我跟你講,因為現在 我現在基本上都是用這個平台 就是我們所謂的翻轉學習平台 其實老師有機會也可以試看看 有些我在 許老師公園他已經被榨乾了 我有機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說真的,現在翻轉學習 事實上,這個對老師來講 很重要的工具 很重要的工具,那 那你找到一個好的工具 老師會發現上課起來相對 比較輕鬆 所謂的輕鬆不代表說你被課輕鬆 而是說可以讓課堂的氣氛 更加的有效 國小來講 可能還好啦 越往上走的時候 現在老師上課通常都是沒有很高興的 哈哈哈哈 這個,老實講 越來越差一點 所以,您找到這邊 您到發現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群組 課程比較像是教材 比較像是教材 那群組的部分呢 比較類似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所以我用群組會用比較多一點 您進到這邊來之後呢 你會找到我們的 來,在這裡 有沒有,第一個就是了 第一個就是了 好,那您進到這個發現裡面的群組之後 有沒有看到我們第一個 就在這裡了 好,就在這邊 所以呢 您進來這邊 可以按右上角有個加入 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今天的演習的裡面 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樣有鼓水嗎 哈哈哈 好 哦,你想太多了 哈哈 那麼我們往下 往下走呢 你會看到 這裡 有一些 這個部分是給各位順便看一下 有個簡報 那 我們看右手邊這裡 因為我們上課 都會錄影 所以呢 您可以隨時從這個雲端逆碟這邊 直接 我等一下就會 上課的時候會同步傳上去 所以如果老師哪一個主題 不太了解的話 你可以隨時就到這邊來看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進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 那麼昨天是跑高雄 也蠻好玩的 那麼像老師您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 需不需要一個好的螢幕的畫筆 對不對 裡面就有很多種 但是你不要跟我講 你要付費的 你要付錢給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收 我都直接要免費的 好 那 另外呢 在我的 這個部落格裡面 我有經營 一個這位頻道 所以 您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錄影的方法 像昨天去的 會像這樣子 進來之後呢 會像這樣 就是 我待會錄影 會像這個方式 就是 00203 然後標註每一個的什麼 時間 好 就是那個主題 所以如果您哪一個 主題不大了解 就直接點進去看就好了 那麼 有一個原則 現在老師應該都聽過 MOK 摩克斯 有沒有聽過 對岸稱作木課 就是大量開放免費 所謂的課程 那 各課程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 每一段的這個主題 大部分是在5到15分鐘以內 你看我這個有沒有很緊繃 哈哈 所以 一個原則 就是影片 在這個長度裡面 大家 比較有耐心看 那你超過15分鐘 可能就會直接就叉叉了 不會跟你講 所以 這個是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 就是錄影的一個方式 好 那麼 我們回頭來 如果說老師 你已經進來了這邊之後呢 我們主要內容在哪 在任務裡面 好 在任務裡面 那你找到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有演習 這樣 就在這裡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嘛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 打字的速度 有的人也許很快 很快 也許可能是一分鐘有三十個字 或者甚至四十個字 但是大多數的 尤其越來越年輕的 通常不太會打字 對啊 因為都用錄音啊 錄音這怎麼壞 一分鐘 錄音很難超過一分鐘 三十個字以上 為什麼 因為它按的按鍵比較多嘛 平均起來是四個 對不對 你看 您拼看看 大部分一個字 大部分都是至少四個 很少是兩個或三個的 很少兩個 所以說 你再怎麼快 也是會慢 也是會慢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試看看 到底用這種方式 會不會快一點 還是大家現在先體驗一下 我先這一段先到這邊好了 先等大家 來